论演唱会上的安保有多爽 人家是工资拿了演唱会也听了 而且还都是移动的VIP席呀 试问怎样才能这么一首歌人人都会唱呢 敦美演唱会上的保安大哥就人均会唱这首《考迷没笔》 甚至有些保安我都严重怀疑 他们是找到了自己的本命职业吧 而要说当他们遇上自己喜欢的歌手 合唱起来也是一点不输十年老粉 这粉丝蓝了又好像没蓝啊 白银半的天 水也抛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常在你一起看呐喊说什么爱你 大大大不让你幽默想多大 能做我随不下你吗 尸体找你很正确 其实跟我爱你 穴壳 可以 你全是 你真 以后来生气比起来 我以前说美国的 爱你 我 ر anomaly 想你快 很急 позirей 咱就说说保安的喜悲可能也并不相通 别人收获的是双美快乐 可有些人遇上一身反骨的粉丝和歌手 那个真是劳神又费力 比如每个跑800米的速度和能力 你就真追不上薛之谦的步子 还有台上那不让人省心的张杰 保安前脚刚告诉不许站起来 他后脚就号召集体起立 好了那么今天先到这吧 咱明天见了 拜拜